随着疫情趋缓 国旅航即将进入冬天 不少国人爱泡汤 像是到台北北投 宜兰郊西等地区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前往台中谷关泡温泉 洗涤身心灵 环山绕谷 特殊地貌 宛如山林中一道道关卡 位在台中市和平区台八县33.7公里处的谷关 一旁还有海拔800公尺 大甲西畔 走在谷关的街道上可以感受到浓浓日本风情 从日治时期就设有公共澡堂 历史相当悠久 每年总吸引万民游客前来泡汤 今晚我们入住谷关当地度假村 泰雅族人 红黑白等代表色的族服 搭配族人传统乐曲 热情来迎兵 大厅的部分有深泉光浪 深泉光浪它是属于网美达卡的很适合的地点 设计是用万化筒的概念 走进去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零间景色的光影交错 外面看的话呢 你也可以就是进行一些互动式的拍摄 在大厅的部分呢 就是还有山水为曼啊 然后整体是用大自然意境跟原住民文化去打造的 来到谷关不仅要泡温泉 抵达第一站当然是填饱五藏庙 服务员为我们端上熏龙海陆餐盘 众人可说是惊呼连连 哇 锅里透明浓稠的是五米粥 选用月光米和香米 慢火熬煮四小时 开锅前每人先喝一口汤 品尝原味清甜米粥水 不仅养胃又促进焦化 哇 哇 吃饱喝足之后呢 我们今天要回房间休息啦 那我们今天住在楼层的是泰雅族风格的这种房型 跟着我一起走吧 好 欢迎来到我的家 那我们走进来这个房间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一样是有一个这个连身镜 诶 出门之前照一下 然后换上和服 OK 好 那我们进来之后 会看到这个两个这个 座位区 这个枕头非常的舒适 它也是这个原住民风格的这个感觉 坐着就不想动了 好想睡觉喔 OK 好 那这边呢 我们要脱个鞋子 有一个这个和式区 然后这边会有一个这个小溪点 我们就可以来这边吃东西一下 宽敞的这个木桌子 其实是非常的这个舒适这个感觉 可以跟大家聊天啊 好 那接下来呢 今天的这个主战场就是睡觉区 登登登登登 也是原住民风格的 我来睡一下 哇 这个床给过还蛮舒服的 里面当然不免需要有这个泡汤区啦 登登登登 诶 这边有一个这个个人的这个汤区 然后如果你要先淋浴一下再进来的话 也很方便 就在这边 诶 直接推开门 就是有一个这个淋浴的一个空间 然后非常的舒适 其实你冲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踩着这个阶梯 直接到这个个人池里面 来进行泡温泉的动作啦 好 那话不多说 待会儿就要进行泡汤啦 来到谷关 好山 好水 好无聊 喂喂喂 室内汤汤不够看 别错过下一集 把温泉搬到帐篷里 躺在山林泡汤 看景超疗愈 哈啰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度假村的露营区 真的是非常的高档 而且很奢华 空间是很宽敞很 等一下 等一下 搞笑 太好了 我感到可以看到 我们要在海里面 下雨里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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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